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好男生其实是不会主动的 会主动追你的人一样会主动追别人 但冰冰就说过 如果认定一个人 谁主动没什么所谓 所以优优的姑娘们 听伙姐的 上啊 主动一点啊 看到小哥哥就聊啊 终啊 恋爱中我是否该主动 是该选择维持高冷形象 还是该直接向男生表达心意 相信这是困扰 无数女孩子的问题 英国的恋爱专家 从男生的角度说 女生要更主动些 如果你只是坐等男人来找你 那你等来的多半是渣男 为什么呢 来听听Marco Hussie分析男生的心理活动 多数男生并不懂两妹Marco Hussie说 男生都懂一个道理 在恋爱中要采取主动 但问题是 他们并不太知道 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感觉 男生从小就觉得 自己应该是恋爱中采取主动的一方 就算父母没教过 看电影也学到了 不过 电影归电影 现实生活中 你身边的男生可能就没那么主动了 因为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向女生表达心意啊 所以现实情况是 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吸引自己的女性 但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此刻我的感受是 只有极少数男生会主动Marco Hussie化了一个男生分布图 只有少部分的男生会追求所有他们喜欢的女生 还有更少的一部分男生会追求所有女生 这种人还有个学名 渣男 还有一部分男性不会主动接触任何女生 而剩下的那大部分男生 他们都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而他们面临的难题 又回到了前面所说的 男生不太会判断 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机 就算知道这是正确的时机 男生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总结来看 阻碍男生接近你的 是他们的灵魂三万 该干什么 怎么做 合适做 女生需要主动接下来 就是女生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女生们是否该对男生主动一点呢 不少女生或许都那么想过 如果那个男生连接近我的勇气都没有 他绝对不是我想要的人 有多少人说过这种话 在座的女性观众花花都举起了手 Mafio Susi表示 你们简直是疯了 他说了句大实话 如果我们要去追赐 极喜欢的所有女生 那我们可以不用工作了 我们整天就用来聊妹子了 实际情况是 男性如果对三十个女性感兴趣 他可能只会主动接近其中一个 条件是 他发现了合适的时机 一个他方便向你示好的时机 在其他时候 如果有种种障碍 他都不会主动接触你 对于男生来说 如果女生在和一群朋友玩耍 或者工作忙到脚朝天 或是身边有男性好友陪伴 这些都是障碍 让他觉得无法接触你 也许你还怀着梦想 希望走在街上偶遇白马王子 对此我只能说 醒一醒 你遇见真命天子的几率极小 对方是个渣男的可能性却非常大 也就是前文说的会去搭设所有女生的那一小部分男生 所以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被动退缩 等别人来主动与你接触 你碰见的当然会是个花花公子了 当然 你只会遇见一个自大狂 一个并不真正在乎你的人 因此不要再对被他善抱有无切实际的幻想 那个像你先殷勤的男生 可能已经聊过无数妹子了 总而言之 如果你想要拥有一份良好的感情 女生还是需要主动一些的 但恋爱专家提醒说 女生主动是要讲究技巧的 本质上讲 不是女生本身要采取行动 而是你需要示意男性 让他们主动起来 所以 原来恋爱史上的重大难题来了 女孩如何暗示男孩你喜欢他 但又不陷入猛追不舍的干啥僵局 给你 几条题子快事件起来吧 给他回消息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女生收到男生消息 应该等个一阵子再回 但男生可不会觉得 这是你的小把戏 你可能觉得 应该等几个小时再回他的消息才是对的 但是男生可不会这么想 如果你等半天才回 他可能会觉得你不喜欢他 不会觉得这是你故意冷落他的计谋 社会节奏这么快 大家也没耐心去猜猜猜了 另外 如果你想继续发展 也别回恶和 你也别只回一个字 让他知道你跟他有话说 如果你俩在手机上聊得不错 那当面应该也聊得很好 这至少是个好的开始 而别做扮成一副很难追到手的样子 这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但这不是个好主意 专家说 装作很难追到手 这种老判约会技巧确实有点用 会让尚未为你倾倒的男生 开始把你当作潜在对象 但是这不是最好的主意 太不明显了 太模糊 即便真的表现出一副很难追的样子 也要给人一点有可能的信号 如果你确实想和他共进晚餐 但又一直装出超忙的样子 他怎么可能知道 你得给他一点你可约的信号 这样他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超忙的 他怎么也追不到的人 三 消失关键不得不说 一个懂幽默 有情趣的女生 确实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如果你能懂你喜欢的人像 那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他会很快来约你的 四 永 愿别提前任 你想要通过提前任 让对方嫉妒 太天真 说实话 找别人嫉妒挺差劲的 最通常会事与愿违 如果你确实喜欢这个人 想继续发展 那就别提前男友 一句也别提 也别提最近随便约会的任何人 如果想让对方对你产生兴趣 就别老提前男友 不然 人家就不想追你了 如果你想让这个人对你产生兴趣 就必须让他觉得你是完全可追的 如果你总是提前男友 就可能会打消他的面想了 所以 聊得积极阳光一点 五 夸他 当然 我们不是说一通猛夸 这会让他感觉超奇怪 当然你不能夸得很奇怪了 必须夸得有道理 你不能闭着眼说 他有多帅 多聪明 多有趣 多厉害 即便你真这么想的 他会觉得你超奇怪 那你的良汉美梦 基本就一秒破碎了 所以 通过夸人聊汉的正确姿势 是什么呢 来来来 夸人时 要夸得既聊人 又像在开玩笑 又很轻松 如果你是发消息 可以发些可爱的表情包 让他感觉到 你可不是随便夸人的哦 你的赞赏只给值得赞美的人 他会知道的 六 约他出去玩语气被动等待 不如主动出击 不过 约他和约他出去玩 可是有微妙差别的 不要说是约会 只说是一块出去玩 而这可是有大区别的 而且 这点很重要哦 如果你就是超随意的约他吃个东西 或者看个电影 那他就会思考 究竟是 咋回事 这很好啊 因为你就要让他感到困惑 思考到底是货真假时的约会 还是朋友约约周安 假如对方喜欢你 那他内心肯定波涛胸有 一定会有所表现的 如果他也同样喜欢你 那一定会制造出浪漫的恋爱气息 还会想到设法 让你知道他的感受 他肯定不会措施良机 想在别人前面 把你变成那个他 不被传统束缚 勇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长按下方图片识别 二人骂跟国姐一起作新单身 女性现在微信改版了好多人跟国姐说 找不到国姐的左右滑动 查看下一部版权归作者所有 QDO整理发布作者 双语军 来源中国日报双语新闻 China Daily旗下官方账号 用节地气的是用英语表达 介绍最新环球热点资讯 了解英美国家的文化生活 每周七天 为你的英语保鲜 ID China Daily Mobile转载 请联系作者授权 图片来源网络